1月28日,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和夫人李方慧在索尔福德大学举办2020年华侨华人新春招待会 英女王大曼彻斯特地区代表沃伦·斯密斯爵士 女王司法都督马克·阿德尔斯通 曼彻斯特市长阿彼得·乔汉 曼彻斯特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任杰宜女士 索尔福德大学艺术和传媒学院院长艾伦·沃克教授 贵州省文化旅游厅副厅长袁伟 以及领区桥学界、中资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出席 郑总领事在致辞中回顾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他说,在过去的2019年里 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约100万亿人民币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登上了1万美元的台阶 中国在不断发展新兴经济的同时 正在不断努力和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随着中英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 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加深 双方将携手努力 共同开创中英关系下一个金色十年 郑总领事表示 正值新春之际 国内疫情时时刻刻牵动着北英兰地区华侨和民众的心 曼彻斯特是武汉姐妹城市 在武汉人民为战胜冠肺炎疫情而艰苦奋斗的关键时刻 曼彻斯特市长和议长向武汉市长发出维稳信 从曼彻斯特出发的第一批医疗援助物资 已通过海南航空转运武汉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夺取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女王代表史密斯爵士在致辞中说 我代表女王陛下向曼彻华人族群质疑新春的问候 我很荣幸在2015年接待了习近平主席阁下 那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确立了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 今年是习主席访问曼彻斯特五周年 新年一始 曼彻斯特的姐妹城市武汉 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我们深切关注希望曼城市民能帮助武汉渡过难关 并向友好的武汉人民送上诚挚的新年祝福 招待会长 郑总领事陪同嘉宾参观了中国文化展示区 还观看了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和江西省杂技团演员 连妹奉献的精彩演出 独具风情的民族歌舞以及激动人心的杂技表演 赢得了道场宾客的阵阵掌声 活动中来宾接受了采访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朱曼特总领事馆 向我们领区的所有的华人华侨 还有我们的中国留学生 祝贺新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 鼠年大祭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被病不倾身体健康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舒尔福德大学 举办华人华侨的新春招待会 英国女王的代表 英国女王的司法都督 还有我们曼城的市长 他们都代表英国人民 向我们中国人民祝贺新年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 在参加我们活动的侨胞 还有英国的朋友 都欣喜我们武汉 欣喜我们中国人民 这一次非常艰巨而伟大的斗争 我们的克强总理呢 现在到了武汉 我们全中国人民 都在为战胜这次疫情呢 做艰苦的斗争 我们也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呢 我们中国总理事馆 在密切地关注 我们领区同学们 返回学校以后的一些情况 也在密切地关注 英国政府 对这个疫情的一些 相应的安排 同学们 同学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 迎娶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我愿意祝福到全中国的社区 同时在中国的东西 非常幸福新年 祝福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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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这次的日子 是一个优优的 是一个优优的 一个很重要的 优优的优优 来帮助到中国的社区 到Greater-Manchester 的区域 祝福新年 我们期待 和感激 到一个很重要的年 我祝大家在鼠年好運,身體健康和幸福,恭喜發財。 以上內容,來自曼特斯特領區學聯媒體通訊社的報導。